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上第六课图像辨识与剪辑神经网路 在上节课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 关于神经网路的近期的发展 主要是在2012年以后,AlexNet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众多的突破 然后才导致深度学习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那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图像辨识的研究 所以说我们这一节课要好好介绍一下 就是电脑视觉在人工智慧的领域里面 它的特殊的一些做法 以及它的模型结构 那大家首先先看一下下面的这些图像 那你是不是发觉其实这些图像 你一瞬间就会看出 这个是数字9,这个数字6,这个数字9 至于为什么呢? 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是你脑子里面很快的看到这个影像之后 你就做了很多特征工程 那做了很多特征工程之后 最终你就辨识出这是9,这是6,这是9 那你怎么样去做特征工程呢? 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描述了 在以前的这种数字型的资料 也许你还可以想象出来 可能是平方向啊,可能是这个相成像啊等等 但是现在你铁定是没有办法去描述说 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9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是一个以像素为base的这个 input data 好,那所以说 自动做特征工程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交给这个 神经网络去做 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data的input格式 长什么样子好了 好,那首先你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下载这个 点击这里下载这个手写数字的资料 那让我们把这个资料读进来之后 然后来了解一下这笔资料结构 好 好,这里我们那个data 我们是放在lesson6 lesson6 data这里 那你之后你可能会把data放在其他地方 那这个就看你要放在哪里 就你自己改这里的路径这样子 好,我们先把data读进来 好,读进来以后 这个data我们先看它的ditation 它是一个42,000乘以785的 这个矩阵 那这个 42,000是什么意思呢 42,000代表是 有42,000个这个 呃 42,000个这个 就是数字 那785是代表785个这个 呃变数 那 我 我们这里哦 我们先把它分别分开 分成这个training sample跟testing sample 那由于它的raw是这个sample数目嘛 所以说这个 呃 呃 我们就用这个raw的数目来做一个抽样 抽样完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nraw 呃 training x 它总共有25,200个 那 那个train tab 那testing呢 testing总共有16,800个 好,那 这个data哦 它的 第一个column 第一个column是label 第一个column是label 所以我们把第一个column把它当作是train y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就是每一个 那个 每一个data它是哪一个数字 那你看 总共0 我们总共有2469个 然后依此类推 那 除了第一个 data以外 剩下的就是 呃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 呃 图像的这个像素值 那我们要怎么表示它图像的像素值呢 大家可以用这个 呃 用这个方式来想象 就是假设我们现在 是training x 我们是第一个 第一个roll 那这就是第一个sample嘛 它总共有 784个数字 那784个数字 如果我们先把它构成一个矩阵 好 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它构成一个矩阵 好 这个矩阵 好 你现在光看这个矩阵 你好像就已经感觉出 哦 它好像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一个什么图案 那你可以用这个image show 这个 这个套件 哎 这个 这个函数 它是在open image r里面的一个 函数 那我们把它秀出来 你就会发现 哦 这是一个8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data 第一个data是train y的第一笔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 8 哦 看到了吗 它是8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train x 第一个carn这里面的所有数值 其实就是 它每一个像素 它的这个 灰阶值 那如果是256 那个255的话 是0到255的值 那如果是255的话 就代表它是白色 那0的话就代表它是黑色 这样子 好做了一个初步的这个 呃 区分开了以后 我们先把这两笔data把它分开来 那怎么分开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f right 那我们把这个train y跟train x c by这个函数是用column把它带起来 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dimension 就会恢复到 25 200 然后785 然后把它 拜起来之后 我们把它写出写出 一样写出在 Lesson 6的data 然后train data 然后Lesson 6 data 然后testing data 然后我们把它写出去 好写出去了以后 你会看到 这个data里面 然后大家看到 这边就有个test data 这边就有个train data 然后这个test data 跟train data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 已经分开完的这个 training data 跟testing data 好 那接着 我们要做这个 呃 我们要开始 我们把它写出去之后 呃 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那我们来开始做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神经网路运算 那我们在做我们的神经网路运算 我们现在都用mxnet嘛 那mxnet还记得上节课 我们都是先开个资料夹 好 我们把这个资料夹叫model1 然后首先第一步是 我需要产生这个 我需要在这个 呃 我需要产生第一个语法 叫iter 好 首先我们要先做这个 iterator对吧 好 那iterator怎么做 我们先library mxnet 好 接着我们要 我们要写写他的iterator嘛 好 那 注意一件事情 现在 我们在以之前 我们都是先把data 产生出来 呃 也就是 据来说像上节课在做irs data 或者是在产生虚拟data的时候 我们都把data放在r里面 然后接着编写一个函数叫myiterator core 然后这个函数去负责去拆分他 那 现在我们的data是存在一个css csv档里面 也写出来的这个train data csv档 对不对 那这个data我们要怎么用这个myiterator core来去写他呢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函数叫mxio.csviter 这个函数 然后来去这个读取那个csv档 这样我们就不用把所有data都先读进来 那我们变成 每一个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去读他需要的时候再读他 那既然你把mycore corefunction把它改成了mxio.csviter 这个函数之后 那我们就先问号看一下这个函数总共有哪些东西 我们先library他 好问号看了之后你发现他有哪些参数 他有data.csv这是他的这个就是data的pathway 然后一个是shap一个是label 好以此类推下去 好那这个我们把这个iterator把它复制下来吧 好你应该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这个data.csv,dataship,benchesize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几个参数 data.csv,dataship,benchesize benchesize OK 那他这个他这边所放到的一样有这三个 那那个mxio.csviter 这个部分他就是csv,dataship,benchesize 好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函数然后把它弄成叫csviter 然后把它丢到这里来 好那丢到这里来 可是问题是这个iterator 他把东西读进来之后要怎么去整理我的data 就是我要把我的data shape改成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value这边做下指令 好以往我们是这边定义完一个core function以后 之后我们在这里就不动了 就直接把它return出来就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data叫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对他做value 我们还要对他做第一个这个 第一个这个raw 他是这个 他是value y 那第一个raw以外的这个value 那他就是这个value x 然后注意件事情 这里你可能会觉得raw跟carln好像交换了 原因是因为在mxnet里面 他的raw跟carln是反向的 就是他的那个计算这个维度的这个方向是反过来的 好那总而言之 那这个过程哦 我们看不太懂没有关系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迭代器 他最终他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好了 好这个经过这 我们最后还是可以给他 这个这个iter就是我们产生出来迭代器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生出来的迭代器 他要怎么使用 好那首先当然先reset 再iter next 好reset ether next 这个过程都跟之前一模一样 那我们产生value好了 那产生value我们先把它动成一个叫myvalue的东西 好这个myvalue里面有多少东西 我们看一下 一样有data嘛 然后一样有这个label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imension好了 这个东西有点大 这个label的dimension是10乘20 这个data的dimension 是七八四乘20 所以这个column就是哪一个sample 对不对 那我们把第一个sample叫出来好了 mylabel 第一个column叫出来 好这边需要先sarray 因为现在这个m 这个他整个格式是这个mxndarray 那这个格式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r里面的所有因函数的 所以我们要先把sarray 好你会看到1230 这是12345 这是第五个数 第五个数是什么 01234 所以这是第四个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data的这个data的第一个column 是不是也是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4这个数好了 好那我们要怎么看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第一个数把它叫出来 然后把image show看一下 好看到了吗 是4没有错吧 好这个 因为这个在这个讲义上的这个是看起来是0 对不对 这个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我们可能data就是长不太一样 但是顺序的问题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那让大家看到了 这确实是个4嘛 对不对 那我们的做法 我跟刚刚之前完全一样 把它丢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丢到一个matrix里面 这个matrix 它的raw number是24 28 然后接着image show就把它丢出来 它是4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你再测试第二个数 答案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 好他也是4 好第三个 那这样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看一下一个好 第三个是7嘛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abel 第三个是不是也是7 好 01234567 好没有错了 好这样可以吧 所以这一个用用这个mxio csv ether 这一个函数所编写的 Ether function 这个就大概会用了吧 所以说这个他的写法就是这个样子 那反正变成这个mxio csv ether 之后我就我也会用了这样子 好接着我们使用这个 我们先把上周所使用过的函数 就是把它这个 就是把它做一些修正之后再把它用下来 这个就是上周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使用那个function 那我们通常我们之前都把它放在第四个语法嘛 就是run.r这里 我们把它放过来 好 那这个这个是我们上周使用的function 那我们先把它放着 那我们先把它放着 买Ether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放到这里来 好同样的这个我们通常要先sauce嘛 对不对 我们把sauce的这段语法 把它贴到第四份这里来 好那还记得上周 我们除了编写Ether以外 我们还要编写哪些部分 我们是不是还要编写模型的结构 好那我们把模型的结构把它 把它再开个语法好了 好2model.r model.r 那这个模型的结构 我们先把它复制贴上贴上来 这是一个多分类的这个预测任务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softmax layer 那这个就是上节课我们交了多层感知机 这个是有几个层 几层呢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 总共五个隐藏层一个output 所以总共六层 这是一个六层深的神经网路 那这一个六层深的神经网路 最后要接emblock loss 这个没有问题 那有了model之后呢 对我们一样这里再增加一个source 再把model加进来 好那有了model以后下一个是什么 offminer嘛 所以我们再把offminer放过来 那我们这次这里就直接使用adden了 好我们这边选择使用adden 那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用我们的这个函数来做执行了 好让我们来执行一下吧 run source 好注意一下 看起来是要稍微久一点点 没有错 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data 总共有25200笔嘛 所以说他的每个epoach 会比较久一点 所以那我们让他跑30个epoach 看他结果要 要结果是怎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让他开始跑 好那我们再让他开始跑的过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好了 讲义上有结果嘛 那照这个状况跑下去的话 讲义上的结果是说 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他的那个t度 他是有办法训练的 那 这个五层深的这个隐藏层网路 在这个手写数字辨识数据集 应该是walk的 那 我们把testing data把它 这个 读进来之后 他的准确度应该是96% 那他这个test test test x 是前面 前面我们可以 把这个data再读进来 这个data读进来之后 这个test x 就可以 就可以再读 就可以再分开了 那我们先把它读进来好了 这样比较 这样 这样比较知道说后面要怎么弄 那我们这边先把它写下来 这个 test data 等于 好这个 这个读data的这个函数在这里 读data函数在这里 我们先把它读进来 好这个是lesson 6 test data 这个是test data 好那读进来了以后 这个我们当然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 test x 跟text y 好那这个 这个 这个 train sample 就不需要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指定好了 好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预测了 那我们等一下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结果吧 好这个 在等他跑的 过程 这个 你可以 你可以把就是如果你在自己做实验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把这个东西可能改成这个GPU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或者是把这个 number of round 把它改少一点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最终的结果 好 那我们在等结果的过程我们先往后 好那 如果你就是这个 五个隐藏层的神经元网路 那 他的总共所需要的参数量是49960 那这个东西怎么算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想他的input是784嘛 对不对 那他的output是什么 最开始第一层的input是784 那他output是50嘛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用到784乘以50个这个参数 接着呢 第二层是50 所以50乘50 总共2500个参数 那再下一个 下一个是50乘50 2500 2500 2500 然后接着这边是500 然后所以我们的总参数量 总共最后花到了是49950 那现在大家老是去吹嘘说deep learning很厉害很厉害很神奇 那我们用五成深的网路 这个 五成深的网路可能并不是就是 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如果只有一个隐藏成深的网路 那他在同样的参数量的大小之下 他是不是 呃 一样的就是 他是比较准还是比较不准这样子 当然我们预期是 呃 网路越深 那准确度越高 那我们得 我们等一下就来做这个实验这样子 那这个做实验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啊 那这个做实验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啊 你大概可以想象的到 就是把model这边改掉就可以了 只是怎么改呢 诶 就是等一下练习题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好那在等结果的过程中 我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练习一的答案好了 练习一的答案非常简单啊 就是我们本来是这个 只有五层升 五层升嘛 我们把它改一层升 也就是这边改掉就可以了 这边改掉就 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边改成 这边改掉的话 这边改掉的话 这个呃 就这边改62 啊为什么要62勒 因为 诶这个784是乘以62嘛 对不对 那784乘以62之后 再加上62乘以10 这个数字的结果大概跟 前面这个499 60 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才用这个东西 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网路结构来做实验 这样参数量差不多 但唯一的差别只是网路的深度不同 好那我们 结果应该快出来了 我们来等一下吧 好那我们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吧 就是我们一样把Data 读进来 然后做一个预测 好 准确度96.1% 那我们来看一下 confusion table 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五层深 网路的这个模型 好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把这个 爬杆GPU这样会快一点 那我们不要30代 我觉得30代很久 我们20代就好 那我们接着练习答案 我们就使我们这个练习一 我们就使用这个 一层深的网路来进行这个运算 好这是一层深的网路啊 那我们再做一次 这个过程跟刚刚一模一样 好我们就在做后看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等结果 好你应该可以注意到 当我使用这个 我当然因为我的网路也变得稍微浅了一点 就是我现在使用GPU 并且我的网路浅了一点之后 我的这个 呃 每一个就是每一代他这个 这个每一个 每一秒可以处理的sample速度 就快来两倍 那这样我们会比较快等到结果 好 把它们进行 那是 我打算拆拆吗 我打算拆拆吗 我打算拆拆 我打算拆开 我们现在准备要做完了 那我们来做完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果是多少吧 我们最后我们还是弄到了30 这个要改20应该这里改 不过30就30吧 我们可能这样30可能就是 我们最终的结果是比较一致 就是这样比较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讲义上 我们跑出来的答案 就是事实上就是假设你使用 一层深的网路的话 你的准确度确实是会比较差 那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把这个网路加深 然后甚至加上 我们之前就是上课的时候 有用到Bench Normalization 然后还有Dropout 然后这些等等这些东西 你全部加一加 那看看你的网路是不是有比较准 这样子 那MXNet给我们的好处就是 我们其实只要改model结构这里 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个实验 那最后我们只要执行语法 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 好 一我们刚刚这样子 30代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就准确度94.1 那虽然说跟这个讲义上的92.6 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 的确是比较不准一点 好 所以说 这个 到这边为止 大家应该是可以接受 好 对 然后就是 如果我们 想要让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Bench Size 是只有这个20 那只有20会跑比较慢 如果你想要快一点的话 Bench Size可以调小一点 可是这样子其实更新的代数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这边 反正我们以前都用20 我们这边就以20为主 好 可是大家现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神经网路最初的构想 是利用电脑模拟大脑运作的过程 那在多层感知器中的全连阶层 就是模拟脑细胞传递讯号思考过程 大家还记得为什么 就是去接前面所有神经元的讯号 然后把它整合以后 看有没有超出这个 Threshold 有超出的话就把讯号往后传 那这个超出跟不超出 最开始我们是用Sigmoid Function 去决定它的这个 就是输出 那后来我们改成RELU 但意思差不了多少 那 但是我们回到我们手写数字分类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这些手写数字的时候 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它了 但是从图片到概念的过程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我们的 从图片这个影像 到我们最后意识到它是0 它是1 它是2 这个过程中 好像不是只有经过我们大脑 我们好像还有经过视网膜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我们想要 在影像辨识上 做的就是做的更好 我们是应该 除了要模仿我们的大脑 我们还想要模仿我们的视网膜 对不对 我们视网膜到底是怎么去 怎么去这个 catch这个 影像的这个 资讯 然后再把这些资讯 整个到大脑 最后再让这个讯号往后传递 那所以说我们 面对的是视觉问题 那我们除了模拟大脑思考运作之外 还要模拟眼睛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眼睛的作用什么模拟吧 好 在1962年的时候 这个这两位学者 他共同发表一篇文章 那目标是在探讨生物的视觉系统运作方式 并且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生物的视觉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它铁定跟这个大脑运作方式不太一样 他们也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猫咪在受到不同形状的图像刺激的时候 他感受也说的脑细胞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线条 让这个猫咪去认 当他发现一件事情 不管这个斜线 就是说以这个左上到右下斜线 不管他出现在画面的哪里 都是同一个脑细胞去负责catch他的讯号 同样如果有一个线是右上到左下斜线 也都是同一组脑细胞去catch他的讯号 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 就是最初接触到光影讯号的脑神经细胞 它其实每个细胞都是辨认一种特定的简单特征 而且这些简单的特征 无论出现在视野范围哪里 什么叫无论出现在视野范围哪里 意思就是我的眼睛所catch到的影像 我们把这个影像当作是一张照片好了 无论出现在照片的哪里 我只要出现了某一个特定的特征 它都会被激活 这个激活的方式跟大脑神经元不太一样 它是有位移不变性的 什么叫位移不变性 就是你出现在哪里都可以 不过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如果一张照片里面有一个数字 那不管这个数字出现在哪里 你应该都能够马上抓到 这边有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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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似乎这个 数字就是影像的东西 影像里面的东西 似乎是跟它出现在哪里 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视觉的运作方式 主要是这个样子 好那电脑学家 他受到了上面生物研究的启发 因此在多层感知机之前增加了一个构造 叫卷积器 好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模拟我们的这个视觉辨证系统 那前半段我们应该是要模拟我们的眼睛 眼睛应该是像刚刚那样的结构 那那个刚那个结构 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给它一个新的名字 叫卷积器 Convolutional Fighter Convolutional Fighter 那等到卷积器整合出一些特征之后 我们再交给这个那个多层感知机去做吧 因为多层感知机是模仿这个 我们大脑的这个行为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onvolutional Fighter是怎么去walk的 好我们假设这个图像 肯定是一个一个二维的矩阵 可能是三维啦 因为可能还有第三维 也是分别描述它的这个red green跟这个blue 好那假设是一个黑白的图像 我们刚刚是一个黑白的图嘛 它就是一个二维的这个矩阵输入 那这个二维的矩阵输入 我们在这边假设这个 它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样子就是1 它的这个1跟0 它就是一个二直化图 然后它的绿色的这整个大框框 就是原始的图像 那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有一种脑细胞 这个脑细胞就是这个 这个橘色的这个 这个会动的橘色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脑细胞它就负责辩证什么 它就负责辩证XX 那我怎么辩证XX呢 就是我把这个XX的这个 XX的这个 的这个 经过这些地方 通通都乘以1 剩下的地方都乘以0 所以假设有一个东西 是5 乘出来是5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完美符合了我的XX 所以大家看一下第一格 第一格它 它有多matchXX 它是不是这里有 这里有 这里少一个 所以它是4 这样可以 乘起来是4 那这一格 第二格乘起来多少 这个斜线有符合 这个0没有 这个0没有 所以它乘起来是3 所以第三格 第三格是不是 这三个有 这个有 这个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4 所以说它就透过这个框框 它这样子连续的扫描 然后来评估说 这里它match这个XX的这个比match的程度有多高 因此它最后出来的这个东西 我们叫它CAMULU的FUTURE 好简单来讲 卷积器就是透过滤镜 对图片进行全局的搜索 而卷积后的新图片成为特征图 诶 这是不是很像一种特征工程的方法 所以说其实我们眼睛也是在自动的帮我们做特征工程 好 特征图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卷积器就是最初级的视觉细胞 他们专人辨认某一种简单的特征 那这个特征图上面的数字越大 就代表那个地方越符合该细胞所负责的特征 好 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假设有一张图 它分别是1-1 好的意思是这样 那我去辨认这个 我现在给一个卷积 这个CAMULUTIONAL FIGHTER 它是专门负责左上到右下的斜线 那什么样的地方最符合它呢 是不是这附近 这里 这里是不是完全符合 这里也是完全符合 剩下的地方都不符合 所以你看到它最终出来的特征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数字很大 这四个数字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它完全符合 刚刚 这一格 跟这一格 完全符合刚刚要的 然后同样这一格 这一格 完全符合刚刚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图像 所以在这四个数字都非常大 剩下的地方数字都非常小 至少就没有这个大 好 这样可以 好 那假设我们有三个卷积器 刚刚那是一个卷积器 相当于是一个神经元 好 假设我们有三个卷积器 分别负责 左上到右下斜线 叉叉 跟 右上到左下斜线 那我们就会产生三个特征图 这三个特征图分别就是数字大在这里 好 数字大在这里 因为它叉叉叉叉叉叉叉这个中间一点 好 数字大在这里 好 这是右上到左下斜线 好 获得特征图之后 因为 我还记得我们为了增加这个神经网路的数学复杂性 我们会添加一些非线性转换函数做转换 所以说通常啦 在经过这个卷积器之后 这个 我们还会经过 我们这是一个卷积器 这是一个局 这是一个线性运算吗 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它是一个线性运算 我们在经过这个卷积器之后 我们还会再给它一些非线性函数做转换 那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不然的话 这个它就是线性函数 线性 线性函数一直这样子连续累成 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我们通常做完这个非线性转换之后 线性运算之后 我们还会再给它一个非线性转换 非线性转换转换完了之后 由于连续卷积的特征图 它会常常会造成讯息的重复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边两个点 它都告诉我说 这个右上到左下斜线在这附近 这里也是 其实我们有需要知道这么精确的位置吗 因为它是像素为base的information 所以通常不是不需要那么精确的位置 所以为了节省这个计算量 我们通常会使用词化层 这词化层叫pooling layer 这个词化 这个词化翻译的我觉得不是很好 那我们都讲英文好了 pooling layer 我们只用pooling layer进行图片的降维 那事实上它等于把图片的解析度调低 怎么样的调低法 大家可以看 假设这是一个4乘式的矩阵 那我们怎么把information调低呢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框框 然后我们把它 这个变成了把最大值取出来 6 为什么要取最大值 因为最大值代表最match的数字有多大吗 就是最高的相关度有多大 那我们就只需要它的information就好了 这个的最大值是多少 8 这个最大值是3 这个最大值是4 好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降维 但是注意一下 这个降维的方式 这个是2乘2的fighter 并且不复合为2 所以它是这样降的 好这样可以理解 当然啦 pooling layer不见得只有maxpooling 你可以average 就一般我们在图片在降解析度的时候 其实用averagepooling 就是把这4个数字做平均 这4个数字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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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maxpooling也是可以 好 接着我们思考一下 如果你连续堆叠卷积器 会产生什么效果 我们假设 我们想象一下 假设有一张人的图片 第一个卷积器是辨认眼睛的特征在哪 第二个卷积器在辨认鼻子的特征 第三个卷积器在辨认耳朵的特征 第四个卷积器在辨认手掌的特征 第五个卷积器在辨认手臂的特征 那辨认出来 它如果位置很接近 举来说眼睛 鼻子 耳朵 它都是脸嘛 对不对 这三个 这三个特征图 你把它备在一起 如果它 数字大的地方都在附近 那是不是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再让第二个卷积层 第二个卷积器 去辨认它 就是辨认第一个卷积器 第一组卷积器 产生出来的特征图的时候 如果第一 第二 第三张特征图中 数字高的地方很接近 是不是就代表着 眼睛 鼻子 耳朵的位置都很接近 那再做一次卷积 是不是就可以辨认出 人脸的位置在哪 好 另外第四张 第五张图是在辨认手掌和手臂 对不对 如果这两个数字很高的地方 在附近 那是不是就代表 手的位置在哪 好所以说 这个 而且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第四张跟第五张特征图 对人脸的辨识 同样能够起到作用 为什么 因为人脸并不包含手掌和手臂 所以如果有个卷积器 想要变成人脸 它可以对第一 跟第二跟第三张特征图的那些特征做正向加全 然后并且对第四跟第五张特征图的特征做负向加全 这样子的话 如果有个地方 它在第一 二三张特征图 它的数字都很大 第四张 第五张很小 这就代表什么 它很有可能是人脸 所以说 神经网路中堆叠卷积器 可以把本来 本来一开始 可以辨认的特征 是非常简单的特征 就来说一开始辨认的可能是 眼睛 鼻子耳朵这种比较初级的特征 在月后面 它就可以辨认到人脸 在最后 它甚至就可以辨认出一个人 所以说这个卷积器 它的这个 物理上的意义 它主要是这个样子 最开始辨认一些简单的特征 接下来辨认一些稍微难一点的特征 最后再辨认一些更复杂的特征 接着我们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目前学会的这两个特殊结构 我们先来看卷积器 卷积器怎么做的 尽管存在的形状改变的问题 但是卷积器的运算过程就是一种线性运算 所以假如 我们能够将卷积的过程做一些转换 那它的梯度就跟之前做线性运算 做线性运算的那个L函数 那是非常像的 好那我们假设一下 假设我们的 convolution这个函数 它是把一个x跟一个w 这x就是一个 假如说以我们这个例子来讲 它是一个三乘三的一个input 这是一个图像 假设你这是一个图像 好这个w就是那个卷积器 然后它这样连续扫描嘛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假设这个convolution 就是把这个convolution这个函数 就是组合这个x跟这个w 然后它会产生o这个output 那这个o这个output 它大概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o1呢o11它是不是就等于w11乘上x11 加上w12乘上x12加上w21乘以x21 加上w22乘以x22 那就是等于o11 可以接受 那o12呢o12就等于w11乘以x12 w12加上w12乘上x13加上w21乘上x22加上w21乘上x22加上w22 乘上x23 好这个o1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x矩阵 把它想象成是一个xplung矩阵 这个xplung矩阵它的顺序就是x11 x12 x21 x22 也就是刚刚乘的四个 然后x 第二个raw呢 第二个raw就是1234 好1234 这样可以接受 第三个raw呢1234 好看到了1234分别对应到是1234 好这样可以 依此类推下去 那w这样我们就可以把w把它压成一个1234 1234这样子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两 这两个矩阵相成 相成出来结果 它就直接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我们再把它reshape回来 它就变成o了 所以说 其实卷积运算 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先做一个shape的转换 做完shape的转换之后 再做简单的l function 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当然就可以轻易的求出 x跟w分别的t度 因为要求出这个x'跟w'的t度 这是非常简单的嘛 那w'的t度如果你求得到的话 那这个w'的t度跟x'的t度 假设你求得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的shape还原回去 你就可以知道x的t度是多少 这个w的t度是多少 这样你就可以做t度下降法 求解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注意这件事情 当你在转换回去的过程 你会遇到重复的元素嘛 好 比如说x22 是不是到处都被用到 这里也被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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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它被用了很多次 所以它的t度就必须重复累加起来 这样可以好 所以越靠近中间的元素 它的t度会越大 所以如果我们在回传t度的时候 以x这个矩阵回传t度回去好了 这个 这个 它因为它被用了很多次 所以它的t度会比较大 这样这个的话 t度就会稍微小一点 好 这个不过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 定义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刚刚总共交了两个layer 一个是conversion layer 另外一个是pulling layer 那我们来看一下pulling layer 它的数学形态好了 常见的pulling的方法总共有两种 第一种是maxpulling 第二种是averagepulling 那我们先看averagepulling的形态好了 假设x是一个输入矩阵 而o是pulling之后运算的结果 那这一次我们的pulling运算的过程是 不符是1乘1实话 那个pulling kernel是2乘2 所以它是先pulling这四个数字 先pulling这四个数字 再pulling这四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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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可以吧 好那怎么pulling呢 所以就是把这几个min取得下来 取得取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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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就会产生一个o 那在这种状态下 这个gradiento它的t度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gradientx它就是你加了几次我就还几次给你 但是因为你刚刚有除以4 因为它的kernel size是2乘2所以是4 所以你就把加的通通都还给它 它有加几次通通就是回传到这个x给它 所以这个averagepulling 这个这个它的回去的这个t度其实不难求这样子 那我们看maxpulling的输入形态 maxpulling就是我这个以这个假设我们这边x1 它的这个矩阵分别长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o11它是不是就是x1 因为它的是最大值嘛所以是8 所以这一格它所接触到的是这一格 这一格它所接受到的是什么呢 这三个数这四个数是哪个最大 是不是它最大所以是13 接下来这一格是这几个数字谁最大 是不是21 好接下来这几个数字谁最大 是不是9是不是33 好所以说这个maxpulling它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那假设t度gradient o 它在这一层它所接到的t度是这四个 那下一层x哪些地方会接到t度呢 没有用到的没有被maxpulling用到的 它就不会有t度好像这几个就不会有t度 好那21被用了两次嘛 对不对21被用了两次 为什么因为有两个人都觉得它是最大值 所以它就是这两个t度的相加 那剩下的这两个就比较单纯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大概知道 这convolution layer跟pulling layer 它的这个t度是要怎么求的 但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蛮复杂的 那不重要 反正就交给mxnet帮忙实现吧 那交给mxnet怎么实现呢 就是改model的架构就可以了 好在交给mxnet实现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这个练习是我们现在有一张图 这个图片是这个鹦鹉的这个图片 那我们先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我们先把它堵进来吧 我们先把它清空 好这个是一个鹦鹉的图片 这个grade image 大家看一下这个dimension grade image 这是一个768x512x1x1的一个image 这是一张鹦鹉的图 那我们假设 我们这边有个特殊的换机器 这个特殊的换机器 是这个 这个特殊的换机器是 压这个样子我們来看一下 这个特殊的换机器是 负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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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8负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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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个卷积器 我们要去卷这一张图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卷完之后效果是什么 卷完之后效果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图我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看的 你会发现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是什么 白色的部分其实就是 圆图边界的部分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假设 它的周围的所有数字都一样 那这样卷出来之后就是0 那假设它左边右边不相等 那就会不小 它的这个数字就会很大 所以这一个卷积核 它主要是在找边界 这是我们自己有发现过 这样的卷积数学结构 这样的数学卷积核 它可以帮助我们找边界 那我们现在来换一个卷积核来看看好不好 请你换一个卷积核来试试看 看效果怎么样 那这就是练习了 那我们来看练习核的答案好了 如果你换了一种卷积核的话 那其实这样就可以转完了 你会发现 这个卷积核 它是负责找 左右的边界 上下边界都没有 你看上下边界 它是不是就几乎都 几乎都看不到 这个白色的部分 但是左右边界就看得到 那如果你要看这个 上下边界怎么办 那就是非常简单 就这样 负一 零 零 零 正一 正二 正一 好这样子就是上下边界 看到了吗 上下边界有 左偶边界就几乎看不到 尤其这一区 几乎没有左偶边界 好 那这两种卷积器 其实都是把边框抓出来 所以这样你应该可以理解 卷积器 到底是在做什么事了吧 它其实就是在辨认特征 那以我们一个初级的特征图的话 其实就是在辨认边界 所以说卷积器的 作用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课程 我们已经要做这个卷积神经网路了 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 就是把卷积器 把它跟这个 MLP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它的名字叫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那这个 1989年 Young Lecuin 他所实现的这个 这个卷积神经网路 他应该不是世界第一个 实现卷积神经网路的人 但是这可能是 就是第一个最知名的 这个卷积神经网路 它是就是拿来做手写数字辨识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他 网站上的这个图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原图嘛 这是初级特征 这个是 第二阶的特征 这是第三阶的特征 你有没有发现 特征越上面 你就越看不懂 那是什么 但是电脑就越看得懂 最后他用这个来做分类 最后就有答案 那我们来看怎么实现 好 那 由于卷积网路 他是真的把一个图 图像当作是一张图 而非独立的变相 所以我们要重新建构 资料格式 那我们来 我们首先要重新写这个 Iterator 那这个Iterator 重新写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重新写 改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清通掉 他改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打开来 然后我们来跟 来比较一下 他到底跟之前的 跟之前这个版本的 差在哪里 好复制完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他差别很小 差别只在这里 差别在哪里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 X 我们是去不指定 它的地面群的 现在我们把它指定成 地面群是28281 然后Number of Colored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怎么来使用 这个Iterator 我们一样再来试一次 这个我们这里 档案是放在Lesson6 Lesson6 Data里面 好我们来执行一下 执行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 ResetIteratorNext 接着把Value 把它叫出来 Value叫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alue 里面的Data 它的Dimension 它的Dimension改了哦 它是2828120 这是一个图像的结构 最后一个是BenchSize 那Label呢 Label是没有改变的 好 那这个 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把它叫出来 就是我们把Sarray之后 然后把第一个 这个Colent 那个第一个Bench 把它叫出来的话 画出来图 我们来再画一次给你看 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第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并没有去修改 它的这个资料的 我们并没有修改它的资料 我们不是把它Data shape 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为什么 因为卷积器 需要一张一张图去做 这样子 它是要以图为Based去做 好那我们来定义一下Model的结构吧 那我们来把Model结构先贴上 复制贴上 那复制贴上之后 由于这个网路要跑比较久 所以我们就先让它跑了 好不好 这个后面的就什么都不用改 因为这个就是MXNet厉害就厉害在这个 我们这边改完之后 剩下的不用改就可以做了 好那我们先让它做一下 好在它做的过程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网路在做什么 好首先一开始的Data 它的Data shape 它的Data shape是22x28x28x1 还要乘以Bench size 然后这个东西 它先经过一个Convolution Convolutional layer 它的Convolutional layer 它的Kernal size 就是它的那个卷积盒的那个大小 是5乘5 那经过5乘5的卷积之后 它的这个5乘1乘5 然后总共有10个Fighter去做 做完之后 它会有10张一阶特征图 这个一阶特征图 因为本来是28嘛 那经过5的话 它会只剩下24的这个特征图 大家这个这个减法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为什么会28 然后经过5会变24这样子 10张一阶的特征图 所以会产生这个Data shape 那等一下我们这个跑完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MX Inverse MX Symbol Inverse shape 然后来确定它的这个维度这样子 好接着这10张一阶特征图 要先经过飞行转换 飞行转换我们这边使用的ILU 好经过ILU之后 然后会产生10张 转换后的一阶特征图 好这个 它的shape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可以接受 接着 这10张转换过后的一阶特征图 再经过2乘2的Print Layer 那经过2乘2的Print Layer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直接除二了 所以就会变12乘12乘10 好在这里 我们这边用的这个是Print Layer 好这个Comblution Layer跟Print Layer 都是我们今天才行学到的东西 接着再下一步 再经过一个卷积 好经过10个 再将10个降为后的一阶特征图 12乘12乘10 经过20个5乘5的卷积器 所以它会变成5乘 它的卷积器的Size 5乘5 然后这个Input是10 Output是20 然后它会使图片变成20张 二阶特征图 所以是8乘8乘20 8乘8乘20 接着经过RELU 一样8乘8乘20 接着再经过Print Layer 经过Print Layer 变4乘4乘20 所以到了这一步为止 到了这一步为止 总共我们每一张图 都剩下了4乘4乘20个特征 对吧 总共800个特征 好接着把800个特征先压成 压成这个重新排列 不好意思 这个是4乘4乘20 总共是320 320个特征 我们先把它压成一个向量 压成一个向量之后 再经过这个Foley Connected Layer 然后变成150 150再经过RELU 这边后面部分就比较简单了 压成320之后变150 150经过RELU RELU完之后再剩10 那10了之后 你就可以做Soft Max了 Soft Max Output 那你就可以产生这个叫LENET LENET LENET就是那个 Lacuin的这个名字这样子 那有了这样的这个output之后 后边就跟MlogLoss去做对接就好了 就是LENET 它跟Label要做一个这个 就做一个这个对接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MXNEXT 的这个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LENET 来做这个训练的这个结果 好 那这边我们就等它训练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跑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那我们结果发现了 它的Testing Accuracy高达了98% 那跟刚刚的差别只是在于 我们本来是用那个Multi Layer Perception来做 那我们现在改成了 这个卷积神经网路 那这样子准确度就大幅度的提高了 大家有看到吗 这是我们的Confusion Table 当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语法这里 我做一些稍微的修改 好 这个部分 这个 跟这个 下面这边 基本上是Match 所以说 就是你在用的时候 你可能要做一些 就是简单的修改这样子 好 那这个 呃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说 我们其实要一步一步要做InferShape 这样我们就要知道 它现在是感什么样子 好 我们来做 MXSYMBOL.INFORSHAPE 好 然后我们把它过来 然后这个DATA等于C2828E 然后就要20 然后UP.SHAP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2424241020 那我们来 那我们接着经过IRU1 这个完全没有改变嘛 然后Pool1 好 这个 所以依此类推 我们可以继续到这个Convolution2 好 这个InferShape这个函数 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去了解我们目前接到的位置是什么 那会不会有一些奇怪怪的改变这样子 好 好 那这个 我们这个卷积神经网路大概就是威力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四层深的网路 还不是特别深这样子 好 那为了练习三就是为了让你更清楚CNN的架构 那CNN就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那还记得我们当初上节课的时候 在做BenchNormal的时候是怎么虐待你的嘛 所以现在我们要再虐待你一次了 就是不要使用Predict函数 然后想办法把整个过程来实现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吧 好 在Run的部分 好 首先 我们需要把这个Parameter给交出来 这个是Parameter部分 里面有好多东西啊 好 然后接着 这个我们的第一个第一笔资料 它的比较结果是这个 这个Input TextX 那这样子这个Input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就是卷子 这个一个这个 就是28x28的这个图片 那我们把Dimension把它盖成28x28x1x1 然后接着Predict 这个要是用Model 所以它做这个Predict Predict出来结果 然后接着这个MaxColon 然后-1 那这个就是PredictLabel 那我们这个方法就可以把图给画出来 好 那当然啦 这个整个过程 这个这个Data 它预测出来是几乎百分之百是 这个几乎百分之百是这个1了 那所以这个就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 比较没有那么好看 那我们来看一个好了 主要说用第二个 第二个Sample是多少 第二个Sample 这个就有一点点差距了 第三个Sample 看一下 好 第三个Sample 那第四个好了 这个差距都小数点太下 太小了 这个都太准了 这个几乎没有 第五个 好 这个也几乎没有 那我们还是用第二个好了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结果是什么 1 第五个是1 那第五个它的1 这个它的这个output 就是有一些是 它 主要是这个嘛 那这边都有10的 大概负41次方这样子 那我们用这个结果来做这个预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跟 答案跟就是 我们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卷积 我们自己重现一个过程 然后看看跟答案有没有一致这样 好 那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怎么做的 首先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首先 我们先有了这个input之后 我们这个第一个 有了这个input之后啊 我们这个convolutional1output 它我们先给它填0 然后先给它用这样的格式 然后接着我们 总共10个特征图 然后1到24 1到24全部做 那它的做法就是 内积 就是这个这个 然后跟这个矩阵内积 内积完之后加上BIOS 那最后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convolutional conv1out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 它的dimension 是这个242410 那接着你要做ilu嘛 ilu很简单 那就是把小0的去掉 那现在的ILu长这个样子 接着 小0的就被拿掉了 那接着我们要做pull 1output pull 1output convolution2 这个这样子就convolution2 那接着convolution2再做一个这个卷积运算 然后在ILu再pulling 然后最后我们到这个fc2 fc2out 那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数字都很小 只有这个很大 所以我们在做softmax 最后我们问它是不是all equal 答案是tru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softmax的结果 大家看到了吗 主要是这个 那剩下的这些值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两个数字还是对的 剩下它可能就觉得跟0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把它当0了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现我们卷积的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一行一行仔细的看 看看里面这个到底是怎么运算的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卷积的过程其实跟我们之前这个前面 练习2的部分在做卷积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 那个第四 最后一个部分 就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是 之前我们在第四节课的时候 我们有上到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个 我们神经网路的复杂性是很高的 所以代解参数很多 所以我们数据量是绝对不够的 那我们今天数据量还算不错啦 今天的数据量还有两万五千多笔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防止过拟合技术 那有两个技术很容易实现 就是L2正则化 这个我们只要在这边稍微改一下 这个Ominor这个参数 像我们这边已经有用了 就10的-4次方这样子 那这是L2正则化的系数 那Dropout这个也是非常简单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数据扩增 数据扩增它影像上面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之前我们在做这个数值的时候 我们主要focus在这两个 那时候我们就有说影像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机裁剪 又可以翻转什么之类的 那数字大概不太适合翻转 毕竟你可以想象一下 6我们上下翻转一下 它好像就变9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数字的话 我们不太适合翻转 但裁剪总可以裁剪吧 所以我们试着把裁剪DataArgumentation这个方法 把它放到这个我们的神经网路训练中 那要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在Iterator那边 把它做裁剪的这个修正这样子 好 那随机裁剪这点很像非常容易的 我们只要改写Iterator就可以做到 大家看一下 主要就在这里 这四行 我们把它贴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些裁剪 加了之后这四行 什么都没有加 那我们现在再重新看一次这个Iterator 如果做完之后 它会怎么使用它 那一样先把它这个MyIterator 把它叫出来 好 一样这个我们是档案是放在Lesson6 好 有了以后一样ResetNext ResetNext完了以后 下一步就是MyValue 然后ImageShow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是有被裁剪过的 这个是被裁剪过的4 好 这样可以 因为我们这边随机抽了一些数字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这个4可能看起来裁剪还不是特别明显 它好像有点偏调了 下面就不见了 好 这个4明显是有被裁剪过的嘛 第三张 好 这个 这个有被裁剪 第四张 好 这个明显都是 都是比较靠是下面嘛 这样可以接受 好 那 这个利用影像裁剪做数据扩程 它并不是特别难 想 难想象 那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 如果在预测的时候 如果每次预测 我们都随机指定一个区域 作为整张图像的索引 那这样子预测的时候 不是有随机性吗 而且我们很难代表它的 我们很难保证它的代表性 那所以说 一个比较 常见的 就是常见的 在做预测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了裁剪的影像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预测呢 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方法 叫10 cropper evolution 那它的逻辑是 取图像的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正中 总共5个 cropper 并且这5个 还有这5个 cropper的水平翻转镜像 然后将这10个 cropper的预测结果 做平均 求的最终答案 好 但是因为数字便是 我们不做水平翻转 因为水平翻转 那个数字会长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做 argumentation的时候 我们不做水平翻转 所以我们这边使用的是 5 cropper evolu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 5 cropper evolution 要怎么做好了 应该说怎么样做 怎么样5 cropper evolution 那我们先把test data给读进来 那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些删掉 我们先把test data读进来 好 读进来以后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是原图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1到24 1到24 这就是第一张图 这样子 然后一此类推下去 好 我们先清空再做一次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好 这样可以看到吗 所以就是 这是原图 那我们要对这一张 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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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图 做平均 它的预测结果 做平均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 这个 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来 我们现在反正就是训练 对不对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会 已经有这个 就是 已经有这个网络了 那我们就开始训练 好 那 model model的部分 是完全不需要改的 那我们就开始训练 那训练的结果 我们要 训练的结果 我们就等一下 然后看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哦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训练完之后的结果 我们先把这边 把它 我们先把这里给它 就是把它删掉 训练完之后的结果 你要做预测 诶 那我要怎么做预测 这就是你的练习题 那我们先做一下预测好了 然后并且 等一下它的结果 好 现在我们的影像裁剪模型 已经 跑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练习题 是要大家做什么 好 我们练习题 就是这个 要把影像裁剪的模型应用 然后要来做预测 那我们来看预测答案是什么 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所有的data 我就一起把它切成五份 那切成五份之后 我就用predict函数预测五次 然后用它的结果平均 再做预测 这样就简单了 好 所以它的语法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贴下来 就是testdata 那我们读testdata进来了以后 我们把testx 把它的这个 我们把testx 里面的这个第一个到第二次 一到二次 一到二次 这就是左上的这个像素 那我们把它全部这个 执行次 然后我们产生了 这个 就是 我们产生了五份这个testx 那这五份testx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model 透过这个model 然后去把这个predictade弄出来 好 现在有就predict y1 predict y2 predict y3 predict y4 predict y5 它每个东西的格式 都长得就是像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前六个colon 好 就是 这 举来说像第一个数字的话 网络就认为说 它大概比较高的几率是 就是0这样子 依此类推下去 那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全部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5 这样就是最新的predict y 那这样子最新的predict y 跟我们的test y 做cross tabl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获得最终的答案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准确度是多少好了 好准确度是98.3 好这个 好像就比之前更好了吗 这个 讲义上我们做实验做出来的准确度是98.6% 但之前在我们之前的这个测试中 准确度只有 应该只有百分之九十 准确度应该只有98%吧 好 那我们继续 那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使用这个 5 crore per evolution 然后它所做出来的这个预测 不过这个练习式的答案 它比较弩一点就是 就是这个方法是 比较暴力啊 那比较优雅方法是 我们可以改写我们的predict函数 那我们来看怎么改写 那怎么改写呢 因为我们上节课是不是有教这个 这个 我们在预测的时候 一样也可以用执行器去预测嘛 那所以说 你要改写predict函数 其实就是去改写它的执行器啊 那使用那个执行器 那使用这个执行器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好了 打卡我们就把下面就删掉了 好 就是这个 东西放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先产生一个执行器 产生一个执行器之后 接着这个执行器 它的这个input size要注意哦 是2424 24乘24的 24乘24的 放进来以后呢 就注意我们 每一个x进来我们都会把它拆成五份 好拆成了五份以后 这个 这个 我们就执行的时候就执行五次 然后把五次的结果加起来 然后最终再把这个输出出去 所以说这个 就是这个mypredict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 用它来这个代替 之前的predict function 那 有了mypredict function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predict function要怎么用 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用 我们的model就叫model 好它就在运行了 然后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使用这个 5crop的这个evolution这样子 那如果以后你要改10crop呢 那其实就是把这个 静向翻转也写写到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最终出来答应该是一模一样 因为毕竟我们是用同个model嘛 好所以这就是另一次的答案 那 今天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这个重点啊 主要不是在准确度上提升啊 是 去学习更多技巧 然后把这些技巧 然后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这个研究上面去这样子 当然准确度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提升啦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那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为什么卷积神经网路在图像辨识上 相较于多层感知机 有这么大的进步呢 这个进步是很大的 最开始 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版本的多层感知机 5成多层感知机 诶 它的准确度好像96%上下而已吧 那 一换成卷积神经网路 它还比较浅诚 才4成而已 这准确度就98%了 诶 那所以这卷积神经网路它厉害在哪里咧 我们来思考一下好了 首先第一个 它 那个它会考虑 各像素之间的真实相关性 要注意它input是一个 矩阵一起输入进去哦 那这个 呃在使用多层感知机的时候 每个像素都是一个独立的变相 才放进这个多层感知机力 那当然了 这个我们平常人眼在看的时候 这个图像周围这些像素 它其实是一个小块 一个一个一个小区一个小区 我们是以这样的形式去看这个图片的 所以当然 呃 是用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它的这个在 哎做特征工程时候 它的这个结构比更 更像我们人类一点 那这一点是因为 呃 并且啊 这个convolution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 有一个叫平移不变性的 特性 而这平移不变性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它 它到 那个重要特征出现在哪里都不重要 反正它就是全局这样扫过去 那这个就是 呃 这个是跟我们的视觉系统是很有这个相关性的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我们的视觉系统在做这个 在找到讲说 狗在哪里的时候 这个 不管它出现在视野的哪个部分 你都可以认出啊 那边有只狗这样子 好 所以说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因为完美的模仿的视觉系统造就了测试集中的高准确性 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特征工程的时候也是模仿眼睛 好 这好像当初我们模仿思考过程的时候是模仿我们大脑 所以说能够也在模仿眼睛 那当然这个在视觉上面就做得很好这样子 好 另外 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由于权重共享的特性导致相当的节省参数量 如果你从过度拟合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这暗示着我们可以用就较小的参数量完成较复杂的网络 因此比较不容易过拟合 注意一件事哦 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他的convolution fighter 他是不是到哪一个对哪一个像素来讲 他都是用那个fighter去做 所以说他可以 他的权重所消耗权重比较少 因为他可能从每一个像总共只要给这个几个权重就好了 不用每个像素都给一个权重 好 所以说他所需要的参数量比较好 少 那这样子的话同等参数量的状况下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可以有较复杂的结构 因此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比起这个multi layer perception 单纯的multi layer perception啊 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叫multi layer perception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啦 因为你看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的后半段也是用multi layer perception 好 那所以说这个结构在影像辨设计上有比较强大的优势这样子 好 那现在这个我们把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的知识补完之后啊 我们现在下一节课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解决这个t度消失问题啦 那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的研究啊可以说是推动这个近代这个深度学习这个重大进展的这个基本工具之一 那我们这个我们再稍微回复一下就是目前为止这个我们学到这些问题 也就是我们学会了哪些东西啊在这节课主要是学会了第一个学会了这个我们图像是以像素为base的资料 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然后电脑是以这样的东西来进行运算那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把图像重新看成矩阵的格式 然后用矩阵的input那这个把用convolution fighter把它抓起来那convolution fighter他抽取特征的时候 他的感觉其实就很像在做这个边界的侦测啊什么 然后先从这些初级特征开始把它抓起来 然后最终再把这个高阶特征交给multi layer perception去做 那最后的这个预测就会做得不错这样子 然后并且我们还学会了影像的这个data augmentation的方法 还有这个最终我们要评估的时候这个5 crore per evolution 好那下一节课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下一节课我们再来去解决这个t度消失问题